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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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大家參加入文會的 《民國一百年》的新春記者會 首先我的看法是 國防部每一年針對他們的業務 軍事訓練或者是演練等等 他們自然會有他們排定的這些議程 什麼時候做他們應該是有他們的規劃 那這是軍事專業 我沒有辦法在這裡comment 但是我要在這裡強調的就是 我們的這個 我們政府的政策非常的清楚 我們的國防政策很清楚 就是要能夠堅定的捍衛我們自己的 這個國家的安全 那在這樣的一個政策的目標底下 我們當然是也強調 我們一定要有足夠的自我防衛的 這樣的一個武器 武力的能力 所以這個是基本上 我們堅定不移的國防政策 謝謝 各位我想延續剛剛詠耀的問題 就是陳雲林的講話其實反映了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反映了北京對台灣政黨人體的焦慮 所以他才會發出這種評論 第二個就是從陳雲林的談話當中 我們很明顯的可以看到 就是陸委會交出的去年交出的整個亮麗的成績單 這個ECFA的簽訂 是建立在一個很脆弱的基礎上 就是他們是有政治前提的 我們不能夠否認這個事實 就是我們面對的困境是照夢能跪之 照夢能見之 所以如果在這種狗搖尾巴的局勢下面 就是北京改變政策的話 我們會陷入一個很被動的情況 所以面對這種形式 如果會有什麼因應的策略 就他很明顯的反映了這種 就北京對對台政策整個心態 我必須要說 我不同意你剛剛的這個 你的看法或說法 你說我們過去兩年八個月兩岸制度化協商 特別是ECFA 是這樣的亮麗的成績單 的確我同意是亮麗的成績單 這個前半段我非常同意 後半段你說 這是建立在脆弱的基礎上 我是完全不同意的 我不能夠認同你的說法 我剛剛我再一次的強調 其實我們看看兩岸多麼的不容易 我們現在回顧兩年八個月前 很多外國的這個 剛開始我就任的時候 不少這個外國的這個 不管是政壇政界 或者是外國的朋友 來外國的媒體來訪問 當時或者是我們自己 我們面對不管是立法院的質疑 或者是我們國內的社會各界的質疑 有可能嗎 我們有可能7月4號直行嗎 我們有可能陸客來台觀光 7月18號有可能這個 就會就能夠這個推動成功嗎 當時從你回顧到兩年八個月之前 大家能想到說我們兩岸在兩年 兩年半之內能夠簽署了15項協議 連ECFA這麼艱困艱難的協議都有辦法 在最後雙方的共同努力 以及非常艱困的這種談判當中 最後達成協議 這個是非常難想像的 那這非常難想像 但是我們卻做到了 為什麼 就是因為在九二共識的基礎底下 我們恢復了這個制度化協商 但是現在我們進入到了 這個兩年八個月的兩岸制度化協商當中 我們非常重要是兩岸也都體會到 也應該體會到 也都體會到制度化協商 這個是所建構出來的 是現在跟未來非常重要的一個基石 兩岸也都體認到我們必須要去努力的珍惜 要去共同的維護 這個得來不易的成果 我相信在過去兩年八個多月當中 雙方的互信是成長了 是增加了 那對於這個制度化協商的認知 是一直都是在越來越成熟 也越來雙方 我相信你們從各種不同的雙方政府部門的 這個說法裡頭也都可以看到 對於制度化協商這樣的一個commitment 這樣的一個commitment 那這種commitment就代表說大家非常認知到 我們一定要務實地坐下來把問題解決了 把什麼問題 把人民關心的跟人民利益相關的問題 來一步一步一個一個做下來 制度化協商事實上也說明著 兩岸進入到了一個互不否認的這樣的一個階段 那這樣的實質上的互不否認 讓雙方的官員 大部分很多事情都牽涉到公權力 你沒有公權力來進行協商來解決問題 很多問題就是沒有辦法解決 所以我相信我自己個人也觀察到也體會到 我也相信兩岸市長有這樣的一個commitment 認為這條路必須要 因為他得來不易 那因為他很有效果 所以我們要堅定不移地走下去 所以我就講說我不同意你剛剛所說的是 建立在脆弱的這個前提上 我完全不能同意 好 謝謝 我要強調的就是政府的大陸政策的基本理念 我在這裡一定要再一次地強調就是 我們認為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我們是在中華民國的憲法架構下 維持不同 不獨 不忽的現狀 然後我們是以九二共識 一中各表為基礎 與大陸恢復制度化協商 那在現階段法體上 我們兩岸不可能相互承認的情況下 以務實的精神做到彼此在事實上 我們是互不否認的 這一個這個是我們政府大陸政策的基本理念 這個非常的重要 所以因此政府的主張當然是如同你剛剛也說的 所以政府的主張當然是如同總統所強調的 國家的前途與台灣的未來掌握在我們兩千三百萬人手中 在中華民國的憲法架構下由我們自己來決定 在中華民國的憲法架構下由我們自己來決定 那你問到跟民進黨的這個差異 政府大陸政策跟民進黨最大的差異就在 我們認為我們的國家就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我們的大陸政策是在中華民國憲法的架構下開展 政府關於兩岸關係的未來與台灣前途的說法 當然都是以中華民國憲法作為最基本的前提 好 我就以這個來回應你剛剛的這個 你的提問 謝謝 我剛剛已經重述了 已經有要問我 我剛剛已經講過兩遍 這個九二共識的 剛剛我也再次的提第三遍了 九二共識一宗各表 這個是我們制度化 我們恢復了跟大陸的制度化協商 那我們這兩年多來進入到這個兩岸制度化協商穩健的往前走 這個制度 這個機制 這個建構是兩岸共同努力來的 它非常的不容易 在兩年半以前沒有人相信我們兩岸今天可以走到這裡 所以因此兩岸是真的是必須要共同來努力 共同來維護這個得來不易的成果 所以我們 我再次強調 我們兩岸必須要循序的來推動兩岸關係 從和解到合作到和平 這個是要一步一步的來累積互信 我們一直 我們認為 我們也有這個承諾 也有信心 那兩岸應該要用剛剛我提到的 就是我們在東京銀展事件 或者是在亞運的這個楊淑君選手的事件當中也看到對岸 也可以這個展現理性跟務實的態度來處理 那我們認為兩岸就是需要 就是兩岸層出不窮的各種的這些可能的這種狀況 大大小小的問題 雙方都必須要有commitment 都必須要有信心 都必須要去呵護 用這樣的一個誠懇的態度 那來這個面對問題 去解決問題 要面對問題 才能解決問題 這個是我們的基本看法 謝謝 謝謝你們好朋友 大家新年快樂 謝謝大家 新年快樂 謝謝大家 新年快樂 現在可以來的 once 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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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快樂